時間接近晚上九點餐廳準備打烊前 業者卻突然接到一筆大單 立刻趕工製作出桌上這堆餐盒 外送員一次還拿不完 工作人員得幫忙把自動門按下暫停 分成好幾次幫忙送上車 換個角度看 兩人分工合作 一共在機車上掛了六大袋 才載得完 可見數量真的非常龐大 外送員打開菜單 回想上個月底的客人外送訂單 不只點的都是店裡招牌菜 單價也不便宜 看看訂單上除了有將近四千塊的生魚片 還有兩千五百元的海鮮 跟三千塊的套餐 全部餐點加一加超過一萬一 原本以為是哪個有錢人開趴點餐 沒想到這是外送員自導自演吃霸王餐 訂餐的人是同公司的外送員 先取消訂單 再逼送餐外送員回報 找不到人 拿到免費餐點 事後有人到粉絲專業踢爆 是外送員要幫人慶生 鑽漏洞 原來外送公司規定 外送員送餐 如果遇到客人更改地址 沒回應或拒收可以取消 而公司還是會付錢給業者 隔天的時候就收到 訂單取消的這個訊息 因為他沒有辦法用電話溝通 所以說我們用打字的方式做聯繫 那回覆的話 基本上沒有對付款這個事情來做說明 其實這間餐廳在新北市領口 在當地小有名氣 老闆也到不少藝人家裡做過外匯 和小豬羅志祥 歌手蕭敬騰等大咖藝人 都曾經合照過 對於外送員高鬼鑽漏洞 外送公司也發聲明確認取消單機制 是和消費者互信 已經和這次事件外送夥伴 接觸承攬合作關係 未來挑選合作夥伴會更謹慎 避免再次出現類似害群之馬 三立行員徐趙薇 徐敏娟 新北市採訪報導